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 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台股大盘再度下杀126点 各位要记住今天 今天是10月21号 各位请你记住今天 我的测标各位全面财富重分配即将全面开战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今天的台股成交量1600亿都不到 各位你记不记得10月开始 10月初的时候 国安基金出来讲话的时候 党政基金出来说话的时候 光辉的10月 当初我成立豪就跟你们说过 不要相信国安基金 你要相信成立豪来回做价差 各位当初很多人不相信 很多人把资金在10月份全部投到股市里面 各位10月份快结束了 今天21号 当你看到这个盘势 各位你看 当你看到这个盘势 我们从10月份开始 各位10月 9月30号开始 各位你看 10月份开始 涨了4天之后就一路跌 有没有 就一路杀 各位这一波行情 已经把一些符合杀光了 差不多了 把一些没有信心的人也都杀光了 各位这一波行情叫做莫迭断 各位什么叫莫迭断你知道吗 就是融资断头之后 捡无可捡 已经没有再捡的机会了 而且很多很多的基本 基本面很好的股票 各位在补跌 你听好 是基本面很好的股票 全面在补跌 各位这是一个典型的莫迭断 当这个莫迭断产生的时候 各位你就要睁亮眼睛 把钱准备好的时候 因为市场的经验 大数据告诉大家 当莫迭断完成之后 各位台股有机会 做一个倒撞反转 各位到时候 你如果想追 或许你还真的 各位追不到低价 现在是最佳的时机点 各位你要跟谁 赶快打电话进来 跟着陈丽豪 各位迈入11月份 各位财富重分配 全面开战 全面开战 因为现在在这个 莫迭断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一定会很担心 因为他加速赶底 在加速赶底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会被吓出来 各位融资全面杀出 各位这叫做台语讲的 测心吗 人家不玩了 投资人不想玩了 因为连国安基金 连这个党政基金 都会说谎的过程当中 我告诉各位 他们不是说谎 他们不是说谎 他们是真的 没有想到这么夸张 你听得懂吗 他们没有想到会这么夸张 各位除了通膨的问题 升息的问题 市场也在传言 普丁会不会开核战 听得懂吗 俄罗斯跟乌克兰会不会开核战 我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当你把所有的利空 都已经集合在一起 各位自己好好去想一下 整个大盘跌到这个地方了 量缩到各位 1600亿都不到 各位 今天只有1500多亿 各位 下沙无量 就是我刚刚所跟你所讲的 基本面很好的股票 在补跌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融资已经怎么样 断头卖压 减到减无可减 所以成交量不到1600亿 再加上各位 台股的主升段 当初在18619点 跌到13928点的时候 主升段已经跌完了 那末升 末跌段有没有 我刚刚讲的那个主跌段 有没有 主跌段已经跌完了 末跌段不会超过主跌段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亮缩 下沙 各位 请你睁亮眼睛 各位 11月份 各位要配合年底的县市长选举 各位 你要特别注意 所以下个礼拜二 各位 下个礼拜一晚上 记住我讲的话 下个礼拜一晚上 拜登政府 要开一个很大型的一个 金融论坛会 经济论坛会 知道吗 他有很多的一个经济政策 又要出来了 各位 他们美国不用选举吗 其中选举也要到了 所以各位 在这种情况之下 所有的利空都已经发酵了 请你睁亮眼睛 各位 11月份 财富重分配 全面开战 所以各位 我今天要大声的告诉大家 11月份 超级财富重分配 各位 全面开战 各位 第一档股票送给全国的投资人 如果你愿意拿 你就一通电话 所有业务都在等你 如果你还在那边测心 你不想玩了 还在观望 那各位 你继续观望下去 我就跟你说过 到了11月份结束的时候 你再回来看 陈丽豪讲的是对的 所以各位 你看 你记不记得 我们现在来验证一下 各位注意看 我陈丽豪在电视上 所讲的事情 其实都会反映 当初在10月份开始的时候 国安基金出来讲话 甚至于党政基金出来讲话 我不是把那个报纸 有没有打一个大叉吗 各位 我把报纸也撕掉了 我说这些人又出来放屁了 你知道吗 但是各位 迈入11月份 我刚好反方向 然后跟各位讲 如果进入11月份 国安基金进场讲话 我会跟他鼓鼓掌 因为时机到了 时机到了 所以各位你看 我当初在电视上 跟你们说过 我们慢慢验证给你看 你注意看 你记不记得 10月3号当初我跟你讲 10月3号当初我跟你讲 马上来电 财富重分配 全新展开 有没有 你记不记得 好各位 我当初跟你讲的时候 10月4号 我说我们10月3号的 勇气霸气行动力 我们当初不是开始买金星科吗 买四星买力望跟加登 你记不记得 好各位 那我10月5号是不是全出 我10月5号是不是全出 各位那是第一次嘛 是不是第一次 第一次我跟你讲 财富重分配 各位就进场去买股票 当初很多人也不相信嘛 对不对 那各位10月5号 我10月3号买了之后 10月5号出股票 所以各位 验证是最大的诚信 当初10月3号买的股票 一直到各位我带出 我当初不是给你看过了吗 那这些股票 是不是都有很大的价差 对 是不是都有很大的价差 那各位 我是不是跟你讲 来回做价差 好各位来 那这个是第一阶段 对不对 是不是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 我们是不是完成了 OK好 各位 完成了之后 第二次 迈入10月11号 各位10月11号 台股再度下杀 你看 10月11号 我说天大的机会 有没有 我又跟你讲 财富重分配 重新展开 财富重分配 各位你注意看 结果我10月12号 又跟你讲 我再次提醒 财富重分配 全面展开 各位 我是那种 讲到我一定做到的人 所以各位 10月13号 我们买回什么 我们其实在12月12号 就买回金星科 买回力旺 10月13号 又买回四星 保雅跟玉金光 各位对不对 好各位来 我当初在10月14号 我不是跟你讲吗 请张大眼睛 看看我的VCR 以及手机的讯息 我是不是要全部的带出 我是不是要全部带出 那各位 第二次 我们那个力旺 是不是也赚75块 金星科也赚40块 保雅赚28 四星在赚54 玉金光也赚19 有没有 那各位 我是不是验证是最大的诚信 我今天又把它打到这个测标上 那各位 我跟你讲的第二次财富重分配 是不是一样照做给你看 是不是买进的股票 跟卖出的股票 我都打给你看 那各位 这是不是价差 是不是短进短出 那各位 是不是验证我跟你讲的 来回做价差 各位这是第二次 这是10月份的第二次 对不对 好各位请看 第三次 当我出掉股票之后 10月14号 各位 我10月14号出掉股票之后 各位请看 10月17号 当大盘大跌313点的时候 我又再度跟你讲 你要有勇气霸气行动力 那各位 我是不是跟你讲 跟我们一起买回 四星 力旺 加登 金星科 郁金光 宏达店 跟宝雅 有没有 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 来 我成立好在10月18号 我有没有跟你讲 天啊 昨天买的今天 又大赚 那各位 当你大赚的时候 我是不是跟你讲 我又带出了 我四星赚了52块 宝雅再赚32 力旺 再赚90 金星科 再赚26 郁金光 也赚19 加登赚25 我是不是跟你讲 我又出了 我是不是跟你讲 我又出了 那各位来 那在这个地方 我又验证给你看 各位你看 我又验证给你看 我打在这个地方 你看 这是第二次的 来 第三次 来 你看 我又打给你看 验证是最大的诚信 有没有 刚刚你看 10月17号买的 对不对 那各位 我是不是打在这个地方 四星是不是赚52块 我拿给你看 有没有 那各位 宝雅赚多少钱 宝雅是不是赚32块 各位 宝雅赚32到38 对不对 力旺是不是赚90 是不是赚90 那各位 金星科呢 金星科是不是在赚26 有没有 在赚26 那各位 加登是不是赚25 那各位 郁金光 是不是赚19 有没有 那各位 投资朋友们 当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到一个观念 各位 陈丽豪把每一次的买股票 卖股票 我全部打在测标上 你看 你看 当我们仔细的 回来去想一想 思考一下 我陈丽豪是不是讲话算话的人 有没有 你看 各位你看 10月3号 我说财富重分配 全新展开 10月4号 我已经告诉你 10月3号 我们的勇气霸气行动力 买了这些股票 那各位 10月5号 是不是在跟你讲全出了 好各位 刚刚我不是跟你讲 我第一次我出掉了吗 第二次 10月13号 又跟你讲机会来了 有没有 各位 我10月11号 又跟你讲天大的机会来了 10月12号 跟你讲 再次提醒财富重分配 那各位 我买了没有 买了 10月13号 各位 你看到没有 我买的股票 我都打在测标上 到了10月14号 我不是跟你讲吗 我又出了 有没有 出掉之后 我在电视上 不是跟你讲吗 我出掉了 结果10月17号 又在下杀 大盘跌313点 我又在告诉你 勇气霸气行动力 我又买回了这些股票 那各位 10月18号 我是不是又告诉你 又出股票 各位 我讲到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从10月3号到今天 我的测标都是有目的的 我的测标都是带进跟带出 都是有目的的 我绝对不会像其他的头顾老师 在胡乱的吹牛作弊比赛 我不会这样 那各位 我既然都所有的事情 我都有在做规划 那各位 你在怕什么 你有什么好怕 各位我在股市这么多年了 我现在要跟你讲的是 把资金准备好就好 我现在要跟你讲的是 你把资金准备好就好 你如果不想做 你如果真的对这台股切心吗 你如果对这个台股已经没有信心了 各位你就观望就好 你就戴了一副眼睛 真亮眼睛慢慢看就好 听得懂吗 你就慢慢看 11月份结束之后 你一定会发现 陈利豪是对的 各位听得懂意思吗 这就像在市场里面 各位你看 这就在市场里面 当初你记不记得 国安基金出来讲话的时候 很多人很相信国安基金 很相信政府的这些官员讲的话 对不对 但是各位 当你结束之后 10月份结束之后 你会发现 原来这些人讲的话 都是屁话 只有陈利豪讲的是对的 因为我4月12号就跟你讲 来回坐驾差 灵魂的操作 盲点测试 我已经跟你讲过多久了 你们不相信而已 迈入10月份 我为了要做给你看 各位 我到今天我才印证给你看 我到今天才印证给你看 各位你看 当一件事情在进行的过程当中 你没有办法体会我的苦心 你只有真的到了结论 结果出来之后 陈利豪原来做这个盲点测试 是这样的回事 是这么一回事 各位它已经10月份都快结束了 所以各位你看 你再看一次 10月3号 我跟你讲 马上来电 财富重分配全新开始 10月4号 我就已经跟你讲 我们的勇气霸气行动力 已经买回了这些股票 那各位 我10月5号马上全出了给你看 我这是赚钱的 好 那当我第一波赚钱出场之后 各位 我跟你说过 我不是呆呆的只会看一个方向 我都来回坐驾差 那我出掉之后 是不是都打下来了 各位请看 打下来之后 我10月11号跟你讲 天大的机会 财富重分配 要重新展开 10月12号又再次提醒你一次 财富重分配 全面展开 10月13号 其实各位 我们已经在10月12号 开始又买回这些股票 那各位 10月14号 我又告诉你 我全出了 我又跟你讲 我全出了 好各位 当我出掉之后 有没有再杀下来 有啊 杀到10月17号 各位 大盘大跌313点 我又跟你讲 勇气霸气行动力 我又买回这些股票 那各位 10月18号的隔天 我又告诉你 天哪 昨天我们买的股票 今天全部很大赚 我是不是又带你出 我是不是又带你出股票 各位 做股票 难的地方在哪里 难的地方在进行的过程当中 你不了解我在做什么 你只有在结论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到 原来我是这样做 各位 就像你每天在看电视一样 很多的造假 作弊 欺骗 吹牛的老师 每天都在讲故事给你听 那你每天在看电视节目 就看到那个讲故事比赛的 当然知道 他是很准很棒 那你一进场之后 就死路一条 不是这样吗 但是各位 真正验证 真正做给你看的 是成立好 我从头到尾 测标所打的东西 你如果每天都有照相存证 你去比对去看一看 哪一个头顾老师做得到 只有成立好 而且从头到尾还用手机给你验证 那各位 今天我要跟你讲 我讲了这么多的目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讲了这么多的目的是什么 告诉你把钱准备好 告诉你在之前赔掉的钱准备要帮你全部赚回来 如此而已 各位我再跟你讲一个故事好不好 你如果这个做过股票超过十年以上的 可能都还记得 如果你没有超过十年以上 你一定不记得 各位你记不记得台湾股市 第一次即将上上万点的时候 当初的连赞先生 有没有连赞 各位当初的连赞副总统 他说上万点是健康的 股市台股不但没有上万点 结果各位刘泰英先生 当初的总掌柜刘泰英 他说一万五千点买都还太便宜 各位结果台股不但没有上 开始往下杀 杀到九千点的时候 当初的总统李登辉先生 在马其顿发表一些说话 他说台股九千点是进场时机 那好各位大家就进场了对不对 结果台股一路一样 从九千点杀到七千点 杀到七千点的时候 当初的延庆章 有没有 行政院延庆章 有没有 喝红酒那一位延庆章 说七千点买太便宜了 赶快进场 那各位从一万点一路套 套到七千点照样套 结果各位 七千点不但没有涨 红酒喝完了没有涨 结果从七千点杀到哪里 杀到五千点 你如果还记得那一段历史 我陈立豪在电视上 我拍着胸脯跟大家讲 各位不要怕了 赶快买股票 从五千点开始一路飙 就是这样 那个历史 你没有超过十年 你根本不会体会 我在股市三十四年了 所以我今天要告诉各位的是 各位台股这一波该杀的该死的死光的差不多了 迈入十一月份 是你赚大钱的机会 所以各位 我今天要大声的告诉大家 十一月份财富重翻配 重新开始 全面开战 请你把钱准备好就好 不要再问其他的事情 今天我不是跟你讲 我们赚多少钱 赚了多少钱 不是 我今天要跟你讲的是 如果你之前赔了钱 如果你之前在股市没有赚到钱 如果你现在还有一些现金 各位准备跟着成立好 听得懂吗 我要跟你讲的是这个 十一月份 各位即将开始财富重翻配 全面开战 你如果真的愿意赚这一波钱的人 赶快跟业务赶快联系一下 你可以踏出成功的第一步 跟着成立好 听得懂吗 跟着立好安心放心又开心 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 另外我带进的股票 我成立好一定负责带出 所以各位 今天如果你要打电话进来 业务同仁都在等你 跟着成立好一起拼十一月 如果你今天你不是要拼十一月 你只想拿股票 各位没有关系 各位这档股票 全面开战送给你 好不好 一通电话我可以帮得到你 我们休息之后再回来 股市散户站起来 588团结专案 超跌才会创造超额的利润 你不用单打独斗 大家团结 最前减 团结专线 02-8511-3366 02-8511-3366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 股市决胜大师级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 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02-8511-3366 8511-3366 顶业投顾 只不过迟到 老板就说要开除我 打官司 还得保去台北 劳动事件法实施之后 劳工可以在工作地法院提告 而且裁判费还可以减轻很多 劳动事件法保障劳资四送权益 化解生意更快更easy 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 我很少在电视上跟你们分析技术面 各位请看这个 台股其实从8500多点 一路上到18619点 其实各位大涨了将近快1万点 1万点之后 这个大盘有没有 拉回修正 已经不是只有跌一半 已经跌到0.618 也就是说已经跌了5000点 要再多一点 就6000多点 各位你听得懂吗 在6000多点的过程当中 各位而且KD线已经在相对的低档 如果说你这个地方 你还要再去杀股票 那叫阿呆 听得懂吗 那叫阿呆 你要杀早就该杀了 不是那时候在杀 你在这时候所有的利空都出来的时候 你再去杀股票 那有点不明智 所以我为什么当初在4月12号 那时候台股还在高点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 你要来回灵活的去做价差 各位你自己想一想 当初来回灵活做价差 跟着我们做四星KY 你看赚多少钱 跟着我们做力旺 你看赚多少钱 跟着我们做金星科 你看赚多少钱 对不对 都已经放口袋了 那现在在这个地方 这么多的利空下来的时候 各位大盘才跌一百多点 今天而且量缩到1600亿以下 刚刚我跟你说的末跌段 已经快完成了 你在怕什么 所以各位很多的东西你不了解 现在这个地方不管主力大户都一样 法人外资都一样 他们没有方向 但是各位 当没有方向的时候 才是真正财富重分配的开始 所以各位 我今天要大声的告诉大家 11月份超级财富重分配 全面开战 好不好 一通电话 我真的帮得到你 各位 如果你要这支股票 所有业务也都在等你 一通电话你就拿得到 或者你少QR Code都可以 好不好 所以各位投资派们 我不想浪费你们宝贵的时间 下个礼拜一 各位 陈利豪有重要的事情要开会 下个礼拜一 所以这个节目会重播 我们真正礼拜二开战 下个礼拜二真正开战 听得懂意思吗 所以各位 所有的事情 我都掌握得非常清楚 所以各位 这支股票送给大家 全面开战 那各位 要跟着陈利豪打江山 迈入11月份 所有业务都在等你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讯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与点栏目 市场 corrida